他明顯地見到很緊張 因為他有叫花姐來陪他 因為是第一天的 他明白的 因為第一場是我們第一場 他轉身好像無法活動自己的身體 轉身是有問題的 在演技上我是一個零起步的新人 人們完全不懂 也知道這期有很多前輩 我很怕那時候會拖累他們 會阻止大家的進度 會令事情出來不好看 如果是因為我會很自責 所以我給了自己很大壓力 整個團隊都很幫我進步 因為去到攝影師哥哥 去到打燈哥哥都知道我很緊張 他們會在剪輯的時候 都會主動跟我說一些意見 其實不用緊張 他們在整個團隊都令我很舒服 我覺得最好的就是 他們願意花時間給我看不好的表演 還有給我花時間看好的表演 我覺得這樣才是令我進步的地方 最大的其中一個轉捏點 就是我們拍的第一次在一個河畔 那次忽然間有一剪輯 我就這樣做了一次 導演說一剪OK 我說真的可以嗎 我自己也有個疑問 真的可以嗎 然後導演說真的可以 你過來看看 我就看看那次我做了些什麼 就是由那次開始 導演就給了一點點信心 我就開始就沒有那麼緊張了 因為莊惠是我 遇到這麼多個角色裡面 他是最強最強最強的一個個人 他是心強 他不知道是心強 他可能踢低他 就是踢到他跪下 他蹲下頭一秒上來 就是我要繼續走 他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 令我覺得很敬佩 因為我去做他的過程 我就覺得 我很想成為這個人 就是我會覺得 有些事情你這樣走過去 你願意踏出去那一步的話 你就會捱到你 這個過程我覺得最大的得罪 就是我對開發了 我對演戲的興趣 因為其實之前我是 說真的我是抗拒這件事 我真是很專注於 在唱歌跳舞上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 Live的Performance 就是現場觀眾 有即時反應的表現多一點 你知道嗎 每次一做戲 我就會很介意 旁邊的人目光念看 但是在這個拍攝的過程中 是必須要面對這件事 因為旁邊有Camping哥哥 你又要應付導演的指令 你必須要解決這件事 我覺得在解決這個途中 我就發覺也挺有趣的 其實如果你不太理會 旁邊的人目光的話 其實你專心做自己的事 我找到那個專心做自己的事的樂趣 是 花姐也有說過很多次 你什麼鬼唱歌 你去拍戲就好 我說不要啦 我給我唱歌 我說拍戲也好 但唱歌沒有衝突 對不對 如果兩個取向選擇 其實我都是比較偏向於 真的上一個舞台 Live的 我真的比較喜歡那個感覺 譬如說那時點五步 我很受歡迎 我就大協助我去金像獎 但我也會懷疑 我多謝大家給我機會 但我也會懷疑自己 我是否應該走這條路 我適合這條路 當時也有想到 到了30歲 都沒有什麼成績 沒有什麼改變 就不如算吧 到今天 我去到這個年紀 我自己說 到這個年紀 我都覺得自己有很多嘗試 不過接下來你問我 有什麼想試的話 我會想試親情片 或者又是你所說 不是骨強的角色 你想做親情 你想做 親情 你想說什麼 你想說什麼 你說 你會想做女女 還是姐姐 可能扔媽媽 你再說一次 姐姐一定繼續扔妹妹